大家好,今天我们来一起做一碗浓稠的银耳汤 首先我们来准备做银耳汤的材料 银耳,大枣,冰糖 非常简单的食材就可以做出非常美味的银耳汤 我这里还用了干的桂圆 这样可以提点甜味 当然你也可以用枸杞替代 下面我们把干银耳拿到碗里来泡水 在这里你一定要把银耳泡透它 这样才方便以后的熟成 我把银耳和大枣转移到一个大一点的容器里 你一定要把银耳彻底的泡透 泡水之后我们可以用手试一下银耳的湿润程度 你会发现可以非常容易的用手摘下银耳上每一朵的小片来 银耳背后黄色的根部我们就弃之不用了 这是泡水之后我从每一大朵银耳上摘下来的小银耳片 这是泡水之后我从每一大朵银耳上摘下来的小银耳片 这样可以减少煮制的时候的煮熟时间 我把淘洗干净的银耳片转移到一口大锅中来 我有一口超级无敌大的奥克莱的炖锅 这口炖锅简直满满都是厨房的回忆 在加水的过程中水量不仅要没过银耳片 而且还要多留一倍水量的富裕 这样可以有效防止煮制的时候糊底 现在我把这口盛着银耳汤原材料的大锅转移到我的炉灶上 我的炉灶有四个端口 前面两个可以煮大的锅 后面两个是小的炉灶端口 然后把火调到高火上 现在就可以开始煮汤了 只要20分钟银耳汤就煮好了 浓稠的银耳汤煮好之后真的是非常细腻 一口塞到嘴里 有一种吃果冻般入口即化的感觉 如果你也想在寒冷的冬天来一点暖味的饮品 那就试一试这款简单快手的银耳汤吧 请你相信银耳汤一定不会辜负你的